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个人吃鲑鱼 就是我不太喜欢全熟的鲑鱼 因为我觉得有点干 那全熟的鲑鱼它可以用什么方式让它变得好吃呢 好比说它可以你放cream cheese 对不对 或者你放一些鲜奶油 或是放一些酱做成酱子把它淋上去 那它的那个鲑鱼的那个干干的感觉 就会淡下来 那如果说你今天 我们今天用的这个鲑鱼稍微好一点 不好意思 这是可以先食用 对 不好意思 没有啦 因为有人会讲说你每次 你用的都那么好 我们都买不到 其实超市都买得到 或者是比如说你早上 今天早上 对不对 你知道去市场 有的市场是有在卖这个鲑鱼生鱼片 你就可以买鲑鱼生鱼片 那反正买了之后你可以吃鲑鱼 你也可以晚上 对不对 你先生或是你 你们想要做一些下酒菜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羊生我是用半颗 那你要问菜名 鲑鱼冷盘 我们当时我们有用鲑鱼 可以叫鲑鱼冷盘 那你如果说要炫一点的 你就是Salmon gabaggio 是一个意大利的冷盘的说法 那他的gabaggio常会用生牛肉啦 那到了日本之后 他改变的时候用生鱼片 因为你也知道日本人很喜欢吃生鲑的东西 所以他把它改成这样子的方式 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 好那这边我们就来酱油味淋清酒 酱油 一样三比二比一 酱油我们这边的 因为洋葱稍微多了一点 所以我们这边酱油就用六 所以我们这边酱油就用六 二 三 四 一 对 意大利的概念日式的香味 对 意大利的概念日式的香味 然后这个是 这是清酒 二 一 二 你可以用什么 你如果没有清酒 你可以用什么 可以用白蓝底 白蓝底 嗯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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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八 桂林在哪里 这里 二点八 有这么进去 三点八 好 刚好 好 然后这边放胡椒进来 胡椒可以多一点 然后来点黄芥末 吃一下它的香味 这个 这个 sauce 是当时我在 日本的时候 我们的老师教了 我就一直很喜欢它 一直到现在 然后你把它打成这样 好 好 那我们这边 来 菜的话放中间 因为它是有一点什么 有一点像 可以有蔬菜 又可以有这个 针鱼 然后做搭配的 那你如果喜欢吃洋葱 你可以在这里面 也放洋葱进来 我这边就没有放 它就放在中间 如果你今天想要 家里有客人来 你稍微炫技一下的话 你可以 不要像我一样用煎的 你可以用炙烧的 但我这边是用煎的 那煎的话呢 我们把锅子弄热 很快 它就是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结束 就这样 很快 翻面翻面就好了 但是它锅子一定要热 它一旦不热的话 我要 我们希望它的是这个 鲑鱼外面有一点点 那种焦香味 我不是要把它弄到熟 因为这是有生食条件的鲑鱼 然后这个还有点时间 我们就拿个塑料袋 因为我们把美乃滋 大概要挤成花 所以我需要塑料袋 如果你不喜好的 你喜好的是 甜的美乃滋 甜的美乃滋是非常好吃的 那你也可以用不甜的 你自己可以做决定 这个以前在店里 我们这道菜在店里面 卖得相当好 可以 一点点干奶油就好 它不是要 希望干烙 可是因为鱼是很脆弱的 所以你有时候干烙的话 它可能会黏锅 你就会觉得讨厌 一 一 稍微移一下 二 三 四 好了 表皮的部分一碰到的时候 它就开始油就释放出来了 可以把它拿起来 这个时候就很香了 那当然你说你要炙烧 它可以炙烧 没有问题 但首先你要有盆腔 好 这边 现在开始来切它 切剩鱼片 你看这边会滑 对不对 它会裂开 你就会发现一旦你切的地方是裂开的部分 你就往反方向 它就不会裂 像这边就比较不会裂 但是你可以不要去压它 你就前后滑进去滑回来 滑去滑回来 然后湿力 只要湿力一点点就好了 那上面至于有一些屑屑也不要浪费 但还是可以把它摆盘摆上去 好 接下来 你就可以把它排盘摆上来 这是Gabajo的精髓 精髓 这个可以搭日本清酒 可以搭白酒 或是 那个 粉红酒 都可以 然后你这样排起来又漂亮 你就可以在你们家得到你一倍的掌声 会觉得哇 你也太厉害了吧 那其实也还好 你可以看到 明显看到其实我们 也不过就是把这些东西把它凑一凑 把它放在一起 然后旁边 稍微把它往集中 一点 我们在排盘的时候 你排得很满 它反而会让你觉得它没有什么价值 你要把空间空出来 你看像这样 现在有点立起来 它感觉上 那你可以再往里面挤 有没有就在正中央 然后这个 刚刚说的这个是不要浪费 这个反而藏在中间没有人看 酱汁的部分 中间先来 两匙左右 不用太担心它没有很咸 好 然后接下来就是旁边鱼的部分上来 中间的沙拉感是有的 它那个 那个 青菜有 所以你不太需要担心 那接下来 就是快速的横向画盘 有没有 然后海苔 你可以选有香油的 也可以选就是单纯 就是日式的海苔 我保证这道菜做的时候 你们家会听到说 诶 这个啊 可以卖了 像这个在吃的时候 就是连青菜 然后连生鱼片 然后弄一点海苔 它会给你一种很清爽的感觉 那当然如果说你今天希望有一点酸味 你可以再挤米蒙汁 但我这边是觉得不需要 饱到未老 它就跟清酒就是绝配 在印象中我们很多的下酒菜 它都是属于味道浓重 你会觉得是因为像热炒要浓重 就是配酒 但这样的清爽感再配清爽的酒 其实是很舒服的 尤其像现在 清酒还有出很多的类似像气泡的清酒 它也很适合这道菜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转换一下气氛 或转换一下这个喝酒的一些氛围 其实这样的组合是很不错的 试试看 敬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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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